被討厭的勇氣 作者 岸見一朗 古河史劍 逆者 渠海霞 出版社 機械工業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5年3月 內容簡介 本書用青年與哲學家的對話這個故事形式 總結了與佛洛伊德 榮格 並稱為心理學三大巨頭的Alfred Adler的思想 風味歐味的雅德勒心理學 對於人如何才能獲得幸福 這個哲學問題 給出了極其簡單而有具體的答案 了解了足以被稱為 這個世界上的一個真理的雅德勒思想之後 你的人生會發生什麼變化呢 又或者什麼都不會改變 來了 讓我們和青年一起走入這一扇大門 作者 簡介 岸見一朗 哲學家 1956年生於京都 延距京都 高中的時候就以哲學為志向 進入大學之後 屢次到老師府上進行辯論 京都大學研究生源文學研究系博士課程 滿期退學 1989年起致力於研究專業哲學和 《亞德勒心理學入門》等多部作品 本書尤其負責沿岸 古河史健 自由作家 1973年出生 以對話創作見稱 出版過很多商務或者技術文學方面的暢銷書 他創作的極具現場感和節奏感的採訪稿廣受好評 採訪集《十六歲的教科書》系列累計銷量超過七十萬冊 近三十歲的時候 海後《亞德勒心理學》 並被其顛覆常識的思想所震撼 之後 連續數年拜訪京都的《案件一郎》 並向其請教《亞德勒心理學》的本質 本書之中 他以希臘哲學的古典手法 對話篇進行內容呈現 主有想要讓二十歲的自己接受文章講義 隱然 從前被譽為千年之都的古都郊外住了一位哲學家 他主張世界極其簡單 人隨時都可以獲得幸福 有一位青年無法接受這種觀點 於是他去拜訪這位哲學家一探究竟 你被諸多煩惱纏擾的青年眼淚 世界是矛盾重生的一片混亂 根本無幸福可言 那我又重生向你發問了 先生主張世界極其簡單 沒錯 世界簡單到令人難以自信 人生也是一樣 你這種主張是基於現實 而不是僅僅是理論的 也就是說 你認為擺在我們人生中間的種種問題也很簡單 當然 好 在開始辯論之前 請容許我先說明一下這次我們拜訪的目的 首先 我慕味造訪的首要原因 是要與先生充分辯論 意見分曉 其次 如果可能 我就希望先生你收回自己的主張 我 九文先生的大名 據說這裡住了一個與眾不同的哲學家 提倡不可以少看理想論 說什麼人可以改變 世界極其簡單 人人都能獲得幸福 對我來說 先生的這些論調 我也接受不到 所以我就想自己親眼去確認 哪怕是幾微小的不對的地方 我都要幫你糾正過來 不知道有沒有打擾到你呢 沒有 歡迎之志 我自己都正期待著傾聽好像你這樣的年輕人的心聲 以豐富我自己的學問 那我真是謝謝 其實我又不是真的想要不分青紅造白地否定你 首先 假定先生的說法成立 我們由這裡的可能性開始思考 世界是簡單的 人生都是這樣 對吧 如果這種命題之中含有幾分真理的話 那也只是對小孩子的世界說 小孩子的世界不用上班 不用工作 不用納稅 這些現實義務 什麼都沒有 他們每天都在爸爸媽媽 和社會的呵護之下 自由自在地生活 未來當然充滿無限希望 自己都似乎覺得自己無所不能 小孩子的眼睛被掩住了 不用面對醜惡的現實 那我的確 小孩子眼中的世界呈現出來當然是很簡單的姿態 但是取出年齡增長 世界當然是逐漸露出真面目 人沒辦法不接受 我只不過是這樣之類的現實 原本以為等在人生路上一切可能 都立即變成不可能 幸福的浪漫主義 季節轉迅即逝 殘酷的現實主義時代 最終都會來的 哼 你說的事都挺有趣的 不單止是這樣 人一旦長大之後 就會被複雜的人際關係不斷困著 還有很多責任不斷綁著你 工作、家庭、社會責任全部都是 還有 小孩子時代理解不了什麼歧視、戰爭、階級之類的社會問題 也都會在這個時候擺起你眼前 根本就避不到 這些都沒錯吧 嗯 請你繼續說下去 如果在宗教盛行的時代 我們還有救 那時候 神的旨意就是真理 就是世界 就是一切 只要順從神的旨意 需要想的課題就很少了 但現在的宗教力量沒有了 人對於神的信仰也出於形式化 沒有任何可以信賴的東西 人人都充滿了不安和猜忌 大概都只是為自己而生活 這就是所謂現代社會 這樣就請先生你回答我 在這樣的現實面前 你依然還說世界很簡單嗎? 我的答案依然不變 世界是簡單 人生也是很簡單 為什麼? 世界是矛盾還生的一片混沌 這個不是有目共睹的嗎? 那個並不是世界本身複雜 完全是你把世界看得複雜 我? 人並不是住在客觀的世界 而是住在自己營造的主觀世界裏面 你所看到的世界不同於我所看到的世界 而且恐怕是不可能跟任何人共有的世界 那即是怎樣? 先生你和我的都不是身為同一個時代 同一個國家 看著相同的東西嗎? 是啊 看來你都幾年輕 不知道有沒有喝過剛剛打上來的井水 井水? 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 在鄉下的阿嬤家裡有口井 在熱到死的時候 在阿嬤家裡喝過清涼的井水 那真是人生一大樂趣 或者你都知道 井水的溫度是肯定的 長年都是在18度左右 這是一個客觀數字 無論誰推測都一樣 但是夏天喝到的井水感覺涼爽 而冬天飲用的時候就感覺溫暖 溫度行定在18度 但是夏天和冬天飲用的感覺就很不同 這個是環境變化造成的錯覺嘛 不是 這個並不是錯覺 對那時期的你來講 井水的冷暖是不用否定的事實 所謂住在主觀世界之中就是這個道理 怎樣去看待這個主觀就是全部 而且我們是無法擺脫自己的主觀 現在你眼中的世界呈現出複雜怪異的一片混沌 但是如果你自身發生了變化 世界就會恢復到極其簡單的狀態 因為問題不在於世界是怎樣 而是在於你自己是怎樣 在於我自己怎樣? 是呀 或者你是戴著太陽眼鏡來看這個世界 這樣看到的世界理所當然當然會變暗 如果真的這樣 你需要做的就是脫下太陽眼鏡 而不是感嘆世界的黑暗 摘了太陽眼鏡之後 看到的世界或者會太過搖眼 而令你禁不住閉上眼睛 就算是這樣 你依然能夠脫下了一副太陽眼鏡 你能夠正視這個世界嗎? 你有這種勇氣嗎? 問題就是在這裏 勇氣? 是呀 這就是勇氣的問題 好啦好啦 反過言詞我大把 但是這些好像我們應該先放下 我要確認一下 先生說人是可以改變 是不是? 你認為只要自身發生變化 世界就會恢復極其簡單的狀態 是不是這樣? 當然啦 人可以改變 不單止是這樣 人還可以獲得幸福 所有的人都不例外? 無一例外 而且是隨時可以 哈哈哈 先生你口氣真是大 這樣又不是很過癮嗎?先生 現在我立刻就搏你 我樂意迎戰 這樣我們就好好辯論一番 你的立場是人無法改變 是不是? 無法改變 現在我自己就是為自己沒有辦法改變而苦惱 但是同時你自己有期待改變 那當然啦 如果可以改變 如果人生可以重新來過 我真的可以跪在先生面前 不過 或者先生會輸給我 好 這個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看著你令我想起學生時代的自己 想起年輕的時候為了探求真理而去尋訪哲學家的血氣放肱的自己 是啊 就是這樣 我也是在探求真理 人生的真理 之前我從未收過第二次 而且也都一直感覺沒有那種必要 但是自從成為了希臘哲學的信徒之後 特別是在後另一種哲學而來 我感覺自己的內心 某個角落一直在等待著 好像你這樣的年輕人出現 另一種哲學? 什麼來的? 來吧 去那邊書房 快要進入漫長的深夜 幫你準備一杯咖啡 好嗎?